尼莎 神父啊 其實尼莎開始的時候已經有懺悔詞 我已經認罪了 為什麼還要假裝告解? 懺悔禮是在尼莎開始的部分 懺悔禮的目的就是 準備我們的心神參與感恩聖制 在天主面前承認自己的不足 那就是懺悔禮沒有射罪的功效? 你剛剛就是問到關於射罪的問題 其實教會對罪的定義有兩個 就是大罪和小罪 懺悔禮只可以射的是小罪 大小罪?有什麼分別的? 大罪是指一些嚴重的過犯 又是明知而故犯的罪 小罪則是輕微的過犯 又或者自己做了都不知道自己犯了錯的事 人性的軟弱是會使我們做出一些遠離天主的行為 但是天主渴望我們回頭 接受他的慈愛 而修和聖事就是經驗天主慈愛的最好的方法 所以就算是犯了小罪 教會都鼓勵我們去辦告解 其實辦告解可以說是準備好參與黎薩最好的方法 因為告解可以使用我們的靈魂 以最潔淨的狀態 在黎薩當中迎接天主的聖言 接受天主的體血 噢,那我也要多辦告解 請人付祝福 我最願意在教會內悔改 剛才黎薩我看了收集 。 MING PAO CANADA